大家好 歡迎收看11月14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高雙雙 好 先一開始帶你來看到 花蓮些木瓜西橋市集安鄉與壽風鄉來往的交通要道 但是興建的年代非常久遠了 已經不符合現行的使用需求 那麼為了要改善民眾的交通核心價值 行政院是特別來編列了15多億元的 來辦理木瓜西橋的改建工程 而在14號的上午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特別來到現場 來會看來看一下施作的情形 花蓮縣木瓜西橋是 吉安鄉與壽風鄉來往的交通要道 但興建年代久遠已經不符合現行的使用需求 為了改善民眾的交通安全 並落實景觀先行的核心價值 行政院特別在台九縣華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中 編列了15.11億元辦理木瓜西橋改建工程 我們以前是從公路先行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東部的一個公路是跟西部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改變了變成是景觀先行 更重要的是這個建設所標示的安全景觀人本生態 所以可以看到安全一定是我們很重要的 那自行車道還有人行道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建設裡頭 14號上午行政院長陳建仁也特別到場 現看橋樑的施作情形 除了聽取簡報也感謝施工團隊的辛勞與付出 這個改建工程不僅只是一個道路的工程 也代表政府對地方經濟跟鄉親生活的關心跟承諾 作為關鍵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希望未來能夠為花蓮還有我們東部地區的發展和繁榮 做出巨大的貢獻 那我希望我們接下來的工程 在我們相關的工程單位的努力之下 我們共同努力一定要按這個工程 能夠如期如實還有如值的來完工 近年來中央政府投資華蓮地區交通建設 經費高達近300億元 顯見政府對於華蓮地區交通建設的重視 而目前木瓜溪橋北上路段 已經在今年6月完工通車 正積極進行南下路線橋樑基礁基礎的施工 預計在114年第二季就能完工 記者許立晴收方向報導